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机智狗狗走天下的故事 冰果是在马戏团打杂的一只小狗 它一直负责后勤工作 可这天训兽师把它拉到了台上,让它跳火圈 看到火的冰果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阴影 原来在它还是小狗的时候遭遇了一场火灾 自己的主人和父母都在那次意外去世了 从那时起它就变成了一只流浪狗狗 所以看到火的它十分害怕导致了演出的失败 愤怒的训兽师拿着枪把它赶走了 再次流浪街头的它遇到了一个溺水的小男孩 它把小男孩救了上来 确保它还活着后给它做了急救按压 小男孩活了过来 贴心的冰果还把小男孩的衣服烤干 小男孩十分感谢冰果 并决定要和它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可小男孩的父亲很讨厌宠物 小男孩只能偷偷把它带回家 和小男孩待在一起后 冰果不仅学会了玩滑板 还学会了玩游戏机 日子过得是不亦乐乎 可很快小男孩要搬家了 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晚上 冰果和隔壁的狗妹约会还喝了酒 一觉醒来后 小男孩一家已经出发了 他赶紧去追 但是由于父亲讨厌他 把车开得非常快 看着渐行渐远的车子 冰果只好放弃了追逐 他决定使用追踪气味策略来找到小男孩 可走了很远路的冰果 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路边 他被一个男人捡了回去 冰果发现他被带去了狗舍 而这个男人正是狗贩子 其他的狗狗知道冰果到来 纷纷拿出小镜子观摩 机智的冰果赶紧跑了个洞 还在溜出来后 将其他的狗狗也放走了 接着狗狗们齐心协力 把狗贩子装进车里 冰果开着车将车子撞到了墙壁上 惩罚了可恶的狗贩子 做完这些后 他跟同伴们进行了一番告别 再次踏上了寻找主人的路途 沿着小男孩留下的气味 他来到了一个屋子前 刚好遇到了两个绑匪在打劫 正义的冰果拨打了报警电话 还用摩斯密码给警察传递了信息 接着他救下了被捆绑的这家人 警察很快赶来了 没有了人质的绑匪 只好拿冰果作为威胁 可警察没有理会直接开枪 幸好冰果在这场枪战中没有受伤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 冰果成为了英雄 而小男孩也在电视上看到了他 小男孩根据那家人的地址寄去了信 告诉冰果不要放弃 他们还会再相见的 收到信的冰果跟随着气味 再次走在了路上 饿得不行的他 倒在了一个女人的门口 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好人 女人看了冰果信上的地址 不仅给他买了车票 还友好的送他上车 祝福他能够找到主人 终于冰果找到了小男孩 却发现他有了别的狗 但其实小男孩只是帮邻居在遛狗 伤心的冰果见状离开了 饿得不行的他去垃圾桶找吃的 厨师看他可怜便把他带到后厨 给他安排了洗盘子的工作 而之前被抓捕的两个绑匪越狱了 他们满大街的张贴寻找冰果的告示 小男孩看到告示后赶了过去 刚好看到两个绑匪抓住了冰果 小男孩奋力拯救冰果 绑匪觉得绑人比绑狗划算 于是绑走了小男孩 幸好冰果并没有逃跑 而是一直跟踪着他们 得知了小男孩被绑架的地点 他知道小男孩还爱着自己 于是冰果想方设法地去救他 他跑去小男孩的家里 跟他的家人求救 可家人完全不知道冰果的意思 还让他赶紧走 直到绑匪打来电话对他们说 你的儿子在我手里 他们才知道小男孩被抓了 冰果看他们的智商 估计也干不了什么事 于是自己去单挑绑匪 可很快也被抓了 绑匪留下了一个炸弹准备逃跑 可没想到一出门就有警察 炸弹都还没来得及引爆 虽然炸弹没爆 但他们留下的烟头却引起了火灾 看到火就害怕的冰果挣脱了捆绑 小男孩让他去拉火警器 可害怕的冰果不敢迈出这一步 就在他看到小男孩快不行的时候 克服了阴影拉下了火警器 一下子警察和消防员赶了过来 将冰果和小男孩送进了医院 而见过他的所有朋友和同伴 都来探望他了 父亲也在众人的希望下 决定留下冰果 但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把冰果阉割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问一句有组队偷狗的吗 好了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from下期待